第一个对抗 然后是马龙和崔庆磊的对抗 然后是木子和李小霞的对抗 那么最后呢 就是梁静坤和许新的对抗 我们一块来看比赛的情况 第二次的对内循环 也就是说现在女子产生了第一个 2015年苏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单打名额 那就刘诗文 他是赛制不同的 就是在五个主力中 当时李小霞有病 那么他是四战四胜 所以这样他是拿到了第一个名额 那么在昨天 男队的选拔和女队不一样 男队就是硬碰硬八个人 那么昨天八个人是谁呢 是马龙、郝帅、梁静坤、张继科 许新、尚坤、樊振东和延安 结果马龙先胜了好帅 梁静坤胜了张继科 这说的是前面的了 然后许新战胜上坤 樊振东战胜延安 然后马龙半决赛是赢了梁静坤 也就是说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反败为胜 然后许新输给了樊振东 最后樊振东和马龙的比赛呢 是樊振东战胜了马龙 所以樊振东呢 是拿到了第一个到苏州的男子单打的名额 那么现在呢按规定呢 是一共有男的两个女的两个 这次比赛先打出来 那么到底男的第二个是谁 女的第二个是谁 那现在都采取了什么呢 采取了这个八个人打淘汰赛的办法 男子就是马龙崔庆磊 梁静坤许新 方博对徐晨浩 好帅对张继科 那么女子呢 是丁宁对李小丹 丁宁已经赢了 车小西对陈梦 陈梦赢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朱玉玲和冯亚兰的 这场四分之一的比赛 然后呢 后面还有木子和李小侠 再争夺一个四分之一 穿黑色服装的 大家看到就是冯亚兰 穿红色服装的就是木子 张琴教练 我记得你好像还带过一段木子吧 没有 木子是下一场比赛 就是朱玉玲 哦 这是朱玉玲 朱玉玲 对 木子是下一场 像朱玉玲 冯亚兰 那个时候 他们在练习的时候 那时候你已经到二队了 在二队当教练 对 我到的时候 冯亚兰已经上一队了 上一队 对 朱玉玲是09年 我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的 那你觉得朱玉玲这个成长经历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觉得他有什么特点 朱玉玲的球吧 比较细腻 他脑子很聪明 他刚进队的时候 其实他的身体条件和技术条件 他还不是很成熟 但是他善于动脑 你看颜思 这是颜思 颜思呢 我听说好像这次颜思也报了这个女二队的这个竞聘的教练 是吧 是的 是女二队和女一队的教练 女二队的主教练 最后还是选择了一队 是吧 对对对的 现在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个教练是陈斌 好 我们先介绍比赛的情况 首先由冯亚兰发球 现在朱以林接发球 朱以林是来自四川 冯亚兰是来自湖北 是吧 是的 吃发球了 您现在带这些小队员 在揭发球上一般的你怎么指导他们 主要的关键环节 现在改塑料球大球以后 其实在任何时候 这前三百都非常重要 揭发球现在还是以积极抢攻为主 能够抢攻就尽量不要去搓空 在抢攻不了的情况下 再搓摆空短 然后自己再主动上手 那么在判断上一般怎么让我们这个二队这十五岁 十六十七 让他们在判断上一般的要怎么引导他们 你是说揭发球吗 揭发球方面我们觉得第一是教队员看对方的出手 击球拍子击球的瞬间的拍形 和击球的部位 它摩擦的部位不同 它过来的旋转就不同 然后它动作大小 它可能过来的速度 或者是球的长短 它也有不同 就击球一瞬间是吧 是的 这个看起来是容易 但是这可能慢慢的摸索 做起来难 一般是不是发球要求主要80%是不能出台 尽量是不出台 但是战术角度上讲 应该一般来讲是落点的一个大变化 短的和长的要有个牵制 要结合起来 它才有效 是的 现在朱玉玲发球 现在这个比赛就是一种强强对抗性 那这是陈铭教练 昨天呢我们请到了 中国平凡球男二队的主教练 也是原来中国著名的运动员刘国正 做我们的教练 那么刘国正呢 也昨天介绍了男二队的一些教练情况 他作为主教练以外 还有那么四五个教练 然后有20名队员 刚才我跟张知道 张琴教练聊 他们男女二队也基本是这个情况 四川队啊 在前面 你看这邱一可 作为男选手来讲 还是比较突出 但是和性也差那么一点 我记得03年的时候 当时在巴黎啊 他是打败了 当时是好像是 是打败了瓦尔德内尔是谁 反正一下出了名了 但是后来呢 就差了那么一点 现在女队呢 四川要出了个朱雨林 看他能走多远 我们也期待着各个省 各个省市都能够有一些 漂亮 出来一些尖子运动员 阎森呢 曾经获得了2007年的 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的第三名 当时我记得他跟瓦尔德内尔打的时候 一上来发五个球吃五个 瓦尔德内尔吃他五个 最后呢被翻盘 主要是反手 反手能力还是差 但是能打男子单打第三 也确实不简单 不容易 那好像是03啊 是07我记不住了 就是当时阎森拿过一次 世界单打的第三 漂亮 这就是张教练讲的 长的短的快的慢的 要有对应 要结合起来 这是突然一个长的 让对方都来不及 那现在双方摆短 现在就到了关键球了 调打 这个接发球不错 不错啊 他改变了他风格 前面都搓摆的比较多一点 那翻盘兰今天发球还是很多 就是冲着他正手短球去 那看来这个环节啊 朱宇玲还是出了不少纰漏 所以运动员要求技术全面 就是没有死角 没有明显的漏洞 现在球比诗 现在球比诗 这个擦边了 是个运气球 11比9 我们现在请中国平方队 二队的教练张琴 来为大家点评一下 刚才这场球 刚才这一局 其实打得比较胶着 11比9 冲晓兰赢的 所以第一局 从第一局来看 我觉得冲晓兰打的 还是比较主动 把他那个正手的优点 发挥出来了 而相对于来讲 朱宇玲第一局 就显得稍微稳健 比较保守一些 没有一些特别的 锋芒的球出来 可以跟第一局上来 还是有一些太谨慎了 有关系 现在作为运动员来讲 有的时候 其实下来以后 可能明白了说 我应该抢 我应该积极主动 抢到前面 但是往往一上场 可能有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好像 进攻有时候 把握性不大 或者觉得 他就处于一种 保守的状态 他跟他的性格 还是有关系 一上来 还是想先控制为主 女孩子都偏保守 所以要改变 他这种思路的话 一上来之前 他就先要调动自己 要做好一些 充分的战术准备 有的时候打 是逼的 最后让人家 打得没办法了 最后开始抢 开始拨杀 反而一拨出来了 是的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 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 2015年 苏州世界平方球选拔赛 中国队现在 已经选出来 男女各一个 单打名额已经产生 女的呢 就是刘诗文 男的呢 就是樊振东 但是现在呢 正在选的是第二个 第二个名额 所以现在呢 就采取了这种 男八女八的 这种单淘汰的比赛 现在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女子 就是八个第一轮的比赛 在第一轮的昨天 是丁宁战胜了李小丹 陈梦战胜了车小西 现在就是冯亚兰和朱以林 然后有木子和李小强 那么男单呢 现在刚刚 昨天呢 已经打出了一个 就是樊振东 获得了第一个男单名额 今天呢 就是八个人捉对厮杀 他们分别是 马龙 崔庆磊 梁静坤 许心 方伯 徐晨浩 还有就是郝帅和张继柯 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一共给大家介绍四场比赛 现在看到的是第一盘 就是朱以林和冯亚兰 然后呢 是马龙和崔庆磊的第一轮比赛 接着呢 就是木子和李小霞的第一轮比赛 然后呢 是梁静坤和许心的第一轮比赛 创新教练 你觉得这个比赛 如果说 要在国家队来打 和到这个 镇江去打 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在国家队打那场地 太熟悉 太熟悉的情况下 它那种氛围 还达不到这种大赛的压力 那种感觉 一拉出去 它有一些大场地 它空中阻力又不一样 然后呢 观众一多 然后干扰也有很多 因为住的条件也变了 到宾馆了 这个完了坐车 从这个宾馆再到赛地 然后进了赛地 就跟那个真正的比赛 就非常接近了 是的 没有平常训练那么规律 朱宇林发球 朱宇林的发球还是很不错的 它的变化很多 旋转也很强 有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发球好像带有天赋 说小的时候发得好 那一辈子都发得好 说小的时候发 再体效发球都不行 说再练 到后边也很难 也不一定 有的还是可以要靠钻研 天赋是一方面 漂亮 第二局呢 现在是朱宇林 7比5领先 风亚兰先胜一局 这就不同的境界 一般的能过起 这是一个境界 说过起以后 我还有落点 有速度 有旋转 有要求 朱宇林那反手 我看 这个甩的挺开 是吧 旋转强 旋转强 6比9 现在女子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 你看这个除了李小强 叮叮刀刘世文之外 后面像武阳 包括朱宇林陈梦 这几个都是 这个很接近 漂亮 冯亚兰今天呢 这个侧身位 侧身明显的要比朱宇林要主动 这两年延迟岛在女二队当主教宇林陈梦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你觉得他指导有什么特点 颜指导这人非常好 然后呢带队伍都比较人性化 过去他是这个直板 直板反胶 对左手直板反胶 一般你觉得如果我是直板反胶的运动员 我去交横板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 乒乓球我觉得如果是作为教练员来讲 他交球不应该会有空白点 对别的一些打法也都很有共同的地方嘛 所以说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暂停啊 用的还是很有特点 在昨天的时候 我记得是马龙也是这样啊 在第一局的时候啊 就是在9比10的时候用了一个暂停 这个暂停呢 一场比赛 一盘比赛只有一次 所以这个运用要主动 测身 漂亮 这样呢 暂停还是比较管用 那朱玉玲就以11比9又返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一瓶 哎 张军教练你去过这个 镇江打比赛没有 啊 很多年前了 很多年前 当运动员的时候 嗯 那有什么印象呢 对那 对镇江来讲 我觉得好像他那边出世界冠军挺多的 你看从我们当运动员的教练张谢霖开始 张谢霖 张谢霖 还有乌娜 啊 然后范英 嗯 秦志俭 秦志俭教练啊 好像有有那么几个世界观 还有陈晴 对 还有陈晴 嗯 其实还有 柳戏飞好像也是 还有很多现在没有在国内的也都有 嗯 所以对这个中国乒乓球重点城市 我觉得他们在这些年的摸索中还是非常不错 我了解了一下他现在有五个高级教练就业余里头啊有五个高级教练那么在裁判员里头有三个国家级裁判国际级裁判其中有一个叫蓝牌裁判吧然后有六十个国家一级裁判 所以我觉得这种除了硬件以外他这软软件的配备也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镇江拼谈的一个杂志每期给我寄我看里头内容也很充实 你要说到这个我就想今天年我在镇江打比赛当教练以后了有一球迷把我当运动员时候的乒乓世界给我拿来了 哦我觉得特别珍贵是吧就是那时候当运动员其实也是不错了 你看93年世界排名第七只不过赶上那个邓雅平调红那个时代是吧那没办法太强了 现在是直通苏州的世界平凡球锦标赛在2013年和2014年的直通也是在镇江举行的 正江拼谈啊这本杂志的总编王庆生啊先生我们也特别昨天啊打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啊他说这次呢 所以这个整个比赛的组织工作啊做的还是很有特色啊就分了大概八个八个组啊每个组呢来承担比如说啊像饮食啊如何来来来操盘好 包括呢住宿啊怎么样安排好包括交通包括场地竞赛啊裁判等等 这样呢他也讲的就是希望通过大赛啊能够把这个整个的组织工作啊让他系统化 总结经验以便迎接啊更大的比赛 这次呢2015年在苏州啊世界平凡球锦标赛是单打单向比赛 现在苏州呢也是可以说啊全力以赴在做准备 我们也了解到这次的这个比赛可以说也是苏州世界平凡球锦标赛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热门 所以中央电视台呢也是连续一天啊就是一连续转播四天下午 今天是第二天那明天和后天同时在下午进行转播 这个在以往的比赛中啊也是很少见的就连续四天直播 那中国平凡球队呢这次呢是11个男选手9个女选手有11位世界冠军 而且是世界男子的排名的前四和女子排名的前三同时聚集到了镇江啊 这也是表现了这个世界平凡球的这个整体的水平 中国队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这陈斌教练 现在双方打成1比1第三局显得很重要 相持 漂亮 战斌教练我注意到这个冯亚兰啊反手进攻过程中他的侧身比较多 是的 他原来给我感觉就是正手优点比较突出 但从刚才那几个球一看我觉得他现在的反手也有很大的进步 女子反手的半台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如果是漏洞太大的话他给正手赛的那个机会就不会那么多 那在这个后边啊秦志检和邱一可 那在这个后边啊秦志检和邱一可 那发球他为什么有的人发的转有的人发的不转 他这个窍门在什么地方去 其实转与不转的球就是在你机球瞬那个瞬间你的发力集不集中 摩擦的感觉好不好就是那一下 有的力量比较分散的话 机球瞬间他力量没有全部作用到球上 他旋转就不强 那是不是应该说放松非常重要 你一紧了肯定就使不上劲 对 机球之前一定要先放松 然后在机球之前的一加速过程当中发力 发力 有人形象说叫小鸡多米 有个快速制纵 现在又到了关键球的处理了 一到这个六分以后啊 打到七比八八比八 这时候就是关键球 张俊连这个有没有你们针对性的 就对关键球的训练有什么招没有 有的像关键球的 我觉得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练 在训练当中多模拟一些这种关键球的比分 比如十比八十比六也可以八平或者落后的时候都可以去打一打 那慢慢打多了他就适应了 你的意思就是两个人一上来就是马上就变成六比八了 也许我们采取某一种比赛的方式 就是以这种形式开始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冯亚兰和朱宇玲不一样的是 双方打起反手这条线以后啊 朱宇玲基本是反手死顶的 冯亚兰是反手 把拨完以后他有侧身 现在反洋篮发球 短的 侧身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侧身以后啊 这个正手的回旋余地比较大 他击球点的变化也比较多 有的时候高点 有的时候可以下降一点 另外抡起来以后啊 他这个用力比较大 方向也变化比较多 所以威胁也大 漂亮 朱宇玲还是应该多往正手多变一变再回反手 他不能单一的只给反手 让人站稳了再拉他 他显得太被动了 那错 他一不变的话 冯亚兰就撤了 是吧 他要变完正手牵制 10比8 这是换了一个发球 是的 所以乒乓球比赛说快 准 很变 转 这个变 就是变化 这是非常重要 冯亚兰叫了个暂停 这样双方两个人的这个暂停啊 就都用完了 你跟陈斌教练接触多不多 我刚来的时候 陈斌指导也是从男队 也刚刚调到女儿队 我们也共事了几年 是吧 你觉得他有什么特点 执教 非常敬业 而且很细 他有一些队员的一些思想动态啊 这些他察觉还是比较快的 张钦教练你觉得男教练和女教练 如果说女的女教练有他的特殊的优势的话 你觉得在哪方面比男教练要好 女教练我认为可能是性别 同样都是女性 可能站的角度比较相似 带女队的话 可能更容易了解女人 在某一方面来讲 男教练的思维 其实我觉得带到女队来讲 可能更好 可以突破他原有的一些女孩子 想象不到的东西 好 球比式 拉起来 哇 漂亮 还是谁主动 谁占上风 是的 所以今天呢 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就是冯亚兰啊 一上来 我感觉 就是像你说的 主动性 在主动性上 它是占了优势 体现呢 就是体现的侧身 用正手多 对的 那朱宇玲其实一度呢 也采取辩证手 但是还是少了 他出手还是不够狠 另外呢 张经教练 你看你到国家的队伍 好像也有六七年了吧 今年是第七年 第七年了就是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你看从这个 这个江西到这来 等于是 离家那么远 是吧 我觉得 但是在这过程中 你觉得在乒乓球上的 最大收获是什么 就是在国家队的 执教过程中 我觉得能够 学到最先进的理念 比如说 一些世界上的一些潮流 包括一些 前三板的一些技术 相持当中那种 强强对抗的这种 观念比较多一点 在省队 往往就可能就这方面 是不是接触的就少 接触的少 在省里面 我觉得可能 就能引领我的 这种思想的人 比较少 大家看到 乒乓球 实际上 它就分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前三板 一个是后几板 后四板以后 你看 他们无论怎么打 要不就前三下 只要一进入到后边四下了 基本就形成相持 这又是前三下 发球接发球 目前从中国队来讲 从亚洲来讲 还是在前三板上 还是在世界上占有优势 但是在后几板上 过去我们不如欧洲选手 但是现在我觉得 在后几板好像我们也不差 是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 我们的优势越来越大 又来了 所以现在呢 所以注意力来讲 如何来制约 封亚兰的正手进攻 也就是传统所说的 是吧 掉有压佐 怎么样不断的变现 然后呢 不让它测 现在你看凤亚兰 这测身得分率太高 又来了 漂亮 不过这也挺难的 那么快的速度能测开 这也不容易 是吧 其实现在这改塑料大球以后 其实它的速度 有的时候 它还是给它进攻的人的时间 还是比较充裕 你的意思速度有所下降 稍微下降一点 有点下降 来之前刚和队员聊天的时候 还是说呢 我们现在因为一二队 不在一个楼层训练 所以没看过他们最近训练 但听他们说 就冯亚兰最近状态还不错 训练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其实这也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有的运动员 你看它这个状态 这半年特别好 可能下半年就不好 是吧 它这是多种因素凑成的 但是我们 其实教练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如何来把握它这个节奏 把这个最好的这个时段给它调到那个世界营标赛最重要的那个时刻区 调到比赛 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控制它的 我个人认为就在训练的时候 在没有比赛的时候要量都加大一点 然后快到比赛的时候给它稍微控制一下 体能上面稍微的让它不要那么疲劳 轻松一点 对不要那么疲劳 这实际是个调节过程 对对对 它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然后到比赛的那一下憋着它一下爆发出来 所以有好多这个外国记者也讲说 通过对乒乓球的研究发现啊 中国乒乓球水平高 其实最重要的是教练高 是个很重要的环节 而且不仅仅是你们这些在国家队的顶级的教练 就包括那基层的小学的那些体校的教练 也比外国体校教练高好多 是的 漂亮 确实啊 冯亚兰的这个状态比这个平朝联赛 我们看到的时候要好 这就是张姐来说的 说练得不错 虽然没看到 但是运动员呢 其实就这个训练这点事是吧 是的 只要谁状态比较好 一个船是十个船百 大家就很快会知道 现在呢女子呢是八个运动员 这八个运动员呢经过这个桌盾厮杀之后 最后产生一个也就是第二个 随着刘世文之后的第二个名额 那么接着呢 刚才我们说了 丁宁和李小丹已经结束了丁宁胜 陈梦呢胜了车小溪 看来朱宇玲 现在和这个冯亚兰的比赛 冯亚兰是占着优势 然后还有木子和李小霞 最后呢胜的四个人 再捉盾厮杀就是半决赛 最后再胜就是决赛 然后胜的那个人 就继刘世文之后是第二个单打名额产生 这个球不该打不到了 太急于求成了 急于求成了 你看他刚才自己手还压压自己的心态 慢点慢点别着急 漂亮 今天这个侧身太棒了 接着冯亚兰就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他将和木子和李小霞的胜者 来争夺半决赛 我们请张庆教练点评一下 这场球总体来讲 我觉得冯亚兰打得很好 他把他前段时间的训练的成果都展现出来了 也看出来现在改大球以后 这种积极主动抢攻 是一个发展方向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